今天带来的是警匪争当类电影的极大成作品 死亡棒镜 主人公利亚姆在车后中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失了意 甚至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 却意味着发现自己身边所有的生物都死亡了 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眼睛变成了苍白色 利亚姆从口袋里的身份证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他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 以为是空气中散发的毒气 害死了周围的生物 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 来到自己的家中 脑海中突然浮现 自己在海上躺在一家扁州的记忆 他眷洁屋外施工的人 不要在外面闲逛 工人却突然死在离自己不远处 单单靠近乌鸦 发现乌鸦莫名死去 利亚姆侧量那些死去的生物 和自己脚下的半径 居然惊人的相似 原来只要踏进这个死亡半径内 所有生物都会死亡 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地播放 这个地区的神秘事件 调查人员来到利亚姆中 就在走进这个半径时 被天上突然成群死去的乌鸦 吓到离开了 夜晚一个女人简 找到利亚姆说要和她谈谈 并且靠近了利亚姆 却毫发无损 她告诉利亚姆 他们两个都在出事的卡车里 并且也失了意 简突然脑子里也闪出 自己把一个直撞物 扔到海里的情景 他们回到出事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圈子里的东西 都像是被削娇一样 利亚姆终于意识到 死亡半径的事情 她向削说明事实 可削却被恐惧吓走 就当削刚刚踏出 死亡半径的范围 来到利亚姆身边 询问情况的警官 突然倒地死亡 可削还是不敢相信 利亚姆拉着她 跑到一片空地 用羔羊证明给她看 原来只要削 离开利亚姆这个半径范围 身边的一切生物都会死去 事实摆在眼前 两人去医院做了检查 却毫无发现 从医院电视上得知 刚才死去的警官家人 知道这件事与利亚姆有关 警察跟踪到医院 检从医院墙上贴了小广告 回忆起之前 手里拿的那张纸 其实是个寻人启事 而且自己 就是寻人启事上的主人公 侥幸逃跑了两个人 发现屋子已经被强拆 检从广播中得知 自己原名叫玫瑰 还按广播上所说 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萨姆告诉她事情经过 可萨姆不敢相信这件事 于是利亚姆 只能用残忍的事实告诉她 萨姆终于相信 并告诉他们 寻人启事上那个人 其实是简的姐姐莉莉 一年前离奇失踪 直到现在也杳无音讯 那个时候 简整日整夜的寻找 以至于伤心欲绝 简开始回忆起来 出事那天 自己悲痛不已 打算跳河自杀 被路过的好心人 也就是眼前的利亚姆 救下并开车把她带走 简告诉利亚姆 救了她命这件事情 丈夫还在为简 完全不认识自己事情发怒 这边利亚姆回忆起一处地标 找到地图 准备前往观看 可萨姆却偷偷抱了紧 警察感到抓捕了他们 并执意要分开他们 可想而知 周围所有人都因此丧命 只有在简身边的萨姆 活了下来 萨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三个人准备去利亚姆 记忆中的那个地方 依旧没有线索 利亚姆告诉简 最坏的打算 就是两人被永远锁在一起 可简却说没有关系 他并不介意 这时简突然发现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了一系列 失踪人员的贴话 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 还记录她们被害的全部过程 日记的最后一页 写的正是简的真名 玫瑰 真相逐渐明了 原来利亚姆之前是一个变态杀人魔 两人在车上争斗时发生车祸 之后被闪电击中 利亚姆获得任何人靠近她 都会死亡的能力 往往剧毒的附近就有解药 简在她身边能终合这种神秘力量 简愤怒的拿着枪找到利亚姆 向她怒吼着询问自己姐姐的事情 利亚姆也想起所有的事 从水中找到了被自己杀害的莉莉 真相让她们无法接受 突然之前加油站的那伙人前来找事 两个人再次合理干掉了他们 简却因为意外受伤 利亚姆把她送到了医院 自己最后再开枪自杀 故事就在利亚姆自我赎罪中结束了 在剩余恶两方面对自我的深度解剖中 人们往往纠结于自身心理上的矛盾 如果处在极恶的我们 获得一次心理的洗礼 你还愿意换回善良的人性吗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